很多小伙伴不喜欢练腹肌 力量训练后没有练腹肌的习惯 总觉得瘦下来以后腹肌就会有 一定要记住 瘦出来的腹肌和练出来的腹肌 它是完全不一样的 瘦出来的腹肌很薄 可能体脂低于16了 都看不清腹肌 而练出来的腹肌 体脂可能20 都能看到腹肌的轮廓 可以去看一下高手的腹肌 比如说奥赛的剑底选手 他们的腹肌刻度非常深 不是往里凹的 是往外凸出来的 像接近爱好者 或者说像前进运动员的腹肌就会很好 每天都在练 核心或者抬腿肌的动作 所以说腹肌刻度就会很深 而如果是光靠体脂肌瘦下来的腹肌 非常的薄 大家都知道腹肌的形态是不可改变的 是跟筋有关 但是腹肌的刻度和厚度 完全可以通过后天努力去提升 所以我个人非常推荐大家 在力量训练后 加个4到6组的腹肌训练 这样既可以保证你在增肌的过程中 有腹肌龙扩 在减脂下来以后 腹肌刻度更深 也不用去纠结哪个动作练腹好 哪个动作练腹不好 我给大家推荐4个 我认为最高效的4个动作 每天选选1到2个动作 完成4到6组就可以了 第一个就是仰卧卷腹 上手难度比较小 而且腰椎压力没那么大 腰不容易酸 第二个动作就是绳索的站姿卷腹 这个难度系统也比较小 而且练腹很高效 第三个就是跪姿的绳索卷腹 难度系统也不高 性能也比较容易接受 而且感受非常好找 但是要保证 大腿摆动幅度小一点 不要去做到你的脚跟上面 第四个动作就是 旋锤举腿 这个动作有点难度 新手可以直接摒弃它 直接选前三个动作就可以了 而核心和腹肌能力强一点 可以直接练这个动作 每次立端去练活 选择1到2动作就可以 完成4到6度 五分钟内完成 每组的次数不强求 大概12次左右 也可以选择自己立节就好 就这么简单 腹肌刻度可以通过后练去练出来的 增肌保持腹肌浓厚 减脂保持腹肌刻度更深 捐用你的呢 Easy